6元份報紙即將成為歷史 身份主流中文報紙 《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和《太陽報》 即日起加價 每份賣7元 所以一上班學到地鐵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報紙 吳計財經報章《順報》 在上年9月加價2元去到8元 主流中文報紙對上一次加價 已經要數到13年前 當時都是加1元 其中東方在社論說 因為指價和其他成本持續上漲 不得不將售價向上調整 有市民認為家福可以接受 看報紙是不介意那1元、半元 不是很多 不會 我情願吃少過菠蘿包買報紙 加到9元、10元我就不看了 很老實的 7元我可以折銷 陳小姐在荃灣開報紙當40年 她說近年越來越少人買報紙 擱探生意難做 看報紙的模式轉了 有很多年輕人上網那一批 還有你又多了OK七仔 又多了免費報紙 所以影響跟以前相差很遠 就算減價也沒用 你維持不到利潤 你有什麼利潤呢 不少報紙都說 早上10點之後都會少了很多人來買報紙 所以為求促銷 他們都會自動減價1元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來買 也有報紙附送便利店的現金券刺激銷程 報反協會就指介入無免費報章競爭 加價對報紙實際銷量的影響 要去到稍後才會浮現 又相信報紙加價將會推動行業進一步轉型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曾志倫報導 曾志倫報導 冥電視記者 寫家 情報紙 詞 騰